全台水晴拉紧爆 台中和苗栗水晴亮红灯 新竹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限水城市 而身为用水大户的竹科备受威胁 桃园除了透过备员管线工程 每天支援新竹20吨用水之外 台湾自来水公司凭证净水厂 23号也紧急开放竹科申请北水南运 希望可以缓解新竹用水危机 运水车一大早从新竹出发 开进位在桃园的净水厂 工作人员抓好水管 等待珍贵的水资源倾斜而下 人家有的说要一天早四大 还有早二大 全台水晴吃井 用水大户新竹科学园区备受威胁 桃园紧急支援 另外台湾自来水公司凭证净水厂 也从这个月23号开始 紧急开放竹科申请北水南调 每天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 可以前来取水 一般像我们这样子跑一换出 然后公司一天要几车 是他们规定他们要的 一台水车可以运载25吨的水量 水费约467元 不过单次运费就要一万块 北水南调运送成本相当高昂 台中和苗栗水晴亮红灯 新竹很有可能成为下个限水城市 桃园目前的水晴灯号 为减压供水的黄灯状态 紧急支援竹科用水 希望能暂时缓解新竹缺水危机 记者林处强桃园报道